今天要跟大家分享非常重量级的嘉宾就是我的乐佛大师 孙文希老师 很怕老师不上 不会 我最想跟年轻人在一起 好 这太好了 老师就算了 去餐厅吃饭 不是在看价目标了 真的吗 因为可以先选餐厅 你现在要纯点 以后来在想需要 还是想要 上体育课一定需要穿球型 但是没有必要穿到Nike 子女能够养活自己 不然才会啃老祖 你就谢天谢地老 不要叫子女要挤出孝心费来 如果说你在寻找一个高活储数位账户 以及信用卡搭配的话 这边会推荐可以申办联邦的Nunobank 你今天是新户在首月可以享有10万块以内8%的活储利率 接着符合条件的10万块里面可以享有3% 它的条件就是你今天必须绑定联邦银行的信用卡自动扣角 并且每个月扣角金额达到6000块以上 但是就算你今天不符合任何条件10万块里面 一样也是可以享有2%的活储利率 除此之外呢 如果说你今天还没申办过的话 在专案代码部分输入SHINLI 就可以在额外加码50元的全家购物金给你 这个数位账户非常适合你拿来搭配联邦的集合卡 你现在国内可以享有2% 日本则是可以享有3.5%的现金回馈无上限 如果说你这是新申办联邦Nunobank的话 在首三个月就可以享有国内4%的现金回馈无上限 所以如果说你在选择一个进阁供退可守组合联邦Nunobank 搭配上联邦集合卡绝对是2023年的首选推荐哦 那其实因为老师你自己主要投资是比较像佛希一点的那种投资 我想问一下投资这件事情它是真的可以说无脑这两个形容词的吗 好我觉得投资无脑的目的是为了人生无脑不要烦恼 人生有非常多的烦恼 你现在做YouTuber也有烦恼啊 不知道不能这样讲 有点不知道起不起来 到底又得看 对有烦恼对不对 对 那你跟你的家人有没有烦恼 有啊 结了婚两个人的相处 还有教养小孩甚至照顾父母 然后事业 如果你现在还在念书还有学业的烦恼 投资当然有烦恼 但是呢我觉得投资的烦恼可以用个简单的方法 所有人都用通的方法解决 但人生其他的烦恼 不可能 家家有本难念得清 每个人的烦恼不一样 你是怕流量不好 人家怕隔天是不是会被老板坏了 对不对 每个人的烦恼不一样 所以我希望投资越简单 越无脑 你就可以去解决你人生其他烦恼 把经济放在其他地方 没错没错 因为其他的烦恼其实更重要 时间精力都要花更多 但你如果在投资上面一直花很多很多脑筋 你这边也处理不好 这边也处理不好 坦白说我一直说 太用脑袋的投资方法叫做聪明反备 聪明误 没错 其实一分耕耘在投资理财上 不等于一分收获 所以我就希望大家用最简单的方法 来做投资 如果你听不懂0050 005没关系 我讲更简单的 敢把钱存在银行 为什么 因为银行不会倒 那银行现在利率 当然定存利率去年还0.8 那现在升息之后 大概到1.3 1.3 还是不能对抗通货膨胀 你干嘛去做银行的客户 只领0.8% 1.3% 你可以去做银行的股东 因为银行不会倒 那特别是以前的银行股 金控股 我觉得不懂0050 0056的人 就直接买金控股 以前的金控股 大概还有5%到6%的股息利率 对不对 能够打败通货膨胀率 但是当然去年那个 金控股下面很多受险股 卖了很多防疫险 本来以为是文算不赔的 没想到Omicron 还是把台湾的房线攻破了 对不对 所以后来赔了很多钱 坦白说 一个公司 如果没有碰到大的利空 它的股票怎么可能跌呢 那这个防疫险 在去年算是一次性的利空 今年他们不会笨了 不会再卖防疫险了 对不对 所以以后不会再有这个利空了 所以今年的金控股的股价一定会受到压抑 因为去年没没赚什么钱 所以股息会下 那今年的金控股的股息值利率大概不会有5% 但是你要放眼未来 而且金控股大部分 连国泰金都曾经掉到30% 其他的都在二三十块左右 小四男女你们就敢买嘛 还能跌到哪里去呢 你觉得赵峰金会跌到15块嘛 跌到15块的时候台湾大家疲累了呀 大家都完蛋了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从金控股开始买起 直领股息 不要赚价差 最好的一个无脑的方法 你去买金控股 需要看他们超报告吗 真的都不要了啦 没价都可以啦 但是我觉得那个关股优先啦 赵峰第一何库华南 因为什么 银行要倒 最后倒的是关股 民间的银行其实当然体质没有关股好 当然民间银行可能比较积极 但我觉得积极有个坏处哦 那2008年那个金融海啸不是雷曼雷动在吗 越积极的银行赔越多 英文不好的银行都没有赔 关股银行的英文都不好 所以他们都没有赔到 所以你买银行股基本上是追求它稳定嘛 不要期待它有爆发性的成长 我觉得这有点好高骛远 所以我觉得你要从这个无脑开始做 就是直接从金控股开始 那下一步有脑一点点就是 原来ETF 005 有一个风险分散的特性 你在开始进阶嘛 还有现在如果你在背房贷很简单 你跟哪一家银行借钱 你就买那一家银行股票 没错 你才付不到2%给它对不对 那你拿你的薪水不要太急着还银行的贷款 你拿你的薪水继续去买那家银行股票 今年可能只有4% 但未来我觉得5% 6%是一个常态 那以前大叔在1990年买房子的时候 利率是多少你知道吗 6 7%吗 什么10%一大 这么高 这么高当然要急着还啊 那现在才2%干嘛急着还 因为现在摆明是套利嘛 所以你买房子去哪一家银行借钱 就去买那一家银行股票 就这么简单 够无脑吧 还不错 太有脑的人都会每天看晚上的财经谈话节目 不要再看了 可能老师没上过吗 我上过 但是我希望大家不要看 因为最近他们都不太找我 开玩笑 不是他们都介绍非常多很复杂的技巧 会让你觉得很焦虑 学不会嘛 其实很多时候我看也不太懂 而且他们都在教你赚价差 我现在给大家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突破盲场的地方 谁说买股票一定要卖股票 你像金控股你买了就领股息吧 你为什么卖股票 卖股票是难的事情 买股票相对简单 可是很多人都会说你不卖就是 纸上富贵 不会 我觉得像这个金控股不会成为纸上富贵 台积电有可能啊 因为台积电你在追求是价差 它现在500多嘛 对不对 一度688嘛 但是金控股这样讲好 我随便就讲20块的金控股 每年配1块钱 是不是5%的股息资源 很好 1乘20等于是吧 不要跟我说不会算 不要20 20 是不是20年后还本了 对不对 你现在大概25岁吧 20年 差不多 差不多 假装是25 差不多 好吧 25岁 20年后你不过才45岁 一路领到你往生 而且你的子女还很开心 爸爸留给她的是一个值钱的股票 所以其实在这个金控股没有什么纸上富贵 因为20到25年大概就还本了 有一些还会配股 就会更快 配股更快 但我觉得金控股配息比较好 对对对 所以其实这样够无脑吧 你等20年其实就还本了 台积电要等几年还本 他像525 你还有我大概是下辈子 525他一年配11块 50年 但是台积电不是用股息的观念去投资 因为你相信他有一个成长口 他有价差存在 你不能说想赚价差的又要有高股息 想赚高股息又要很多价差 不可能 没有那么好的事情 没有那么好的事情 所以不要太聪明 投资理财工具这么多 我希望大家专心就做股票就好 股票是资讯门槛低 资金门槛最低的工具 无知不可怕 一知半计最可怕 什么都学了 其实都一知半计 什么都学但是什么样样不精通 对样样不精通 但每样你都想去碰 期货也想碰 黄金也想碰 外汇也想碰 你干脆专心做股票就好 我觉得股票还是所有的人 最亲民的一个工具 那老师你自己自身的投资策略是什么 0050赚价差 0056不要卖 讲完了 就这样子 这已经够简单了 那价差要怎么 价差你自己的判断点 判断点其实就是看日K K用在0到100之间 因为大盘涨上去不会是一个平滑的 一定是一个锯齿状 所以锯齿状就相对的高低点 但是我必须承认 如果你2003年0050挂牌之后 一路报到现在 你知道报酬率是多少 315% 这么多 这么多 大叔没有赚到那么多 因为我在中间其实可能浪费了一点 我的获利 因为我把他获利了解 但是我觉得 绝大部分的人 你跟他讲获利了解 比较符合他的人性 叫他现在该是120块买0050 19年之后要赚315% 你相信吗 我不太相信 那时候股市大概都3万多点了 对 可是那如果我今天想要 因为很多人一定都说 我知道要赚价差 想要获利了解 但是有一些人可能是 他赚10% 他赚20% 但是他会有那种贪心的心态 所以想说那是不是会赚更多 那这个时候我们是要有一个判断的点吗 就是我可能要几%我就赶快 没有我也不是%数 我觉得0050就看K低值 日K小于20买 相对低点嘛 如果你懂一点简单的技术指标 日K大于80是相对高点 这中间有多少的利润 你就把它掌握 我很不喜欢说什么停利点 停利10%就停利 10%是怎么算出来的 猜的嘛 不一定到嘛 但是这个纪律其实是可以让我怎么样 很轻松的掌握低点跟高点 当然啦 因为2020年的COVID-19大跌之后 上来之后 其实一路上涨 一直到2022年才下来嘛 这段期间用我这个方法 确实赚不多 如果你暴劳的话 其实赚的比较多 但是我觉得这个牵涉你个人的人性 你真的要相信它会涨这么多吗 但是我必须说 如果你用定期定额的方式 买0050就不要卖 那本来就是一个长期投资的块 就不该卖 但是你如果是整笔 像大叔现在已经六十几岁了 我当然要赚一点价差 因为版税又不是每个月都有 不是每个月都有嘛 对不对走非电期间嘛 对不对 我不止一年 因为有好多本嘛 落点不一样 适度的落袋 我觉得是开心的事情 因为其实投资的目的是什么 赚钱 对 赚钱的目的是什么 花钱 对嘛 更好生活就是花钱 所以我觉得赚来的钱 你把它花掉 不是很开心吗 花掉才是真正拥有它 所以我不希望说一路抱那么久 但是曾经有人酸我说 那个斯大叔啊 如果你一路抱 现在可以买豪宅 一栋豪宅 我说没错 但我不要买一栋豪宅 我买两间房子也很好啊 对 思考博士不一样 对 两间房子总价没有一间豪宅多 但是两间房子可以给我两个小孩 对不对 一间豪宅 哇他们怎么分啊 吵架要吵架 吵架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 其实投资没有对错 看你适合什么 甚至你的需要是什么 我觉得年轻人啊 从这个零股息开始 不要想价差 谁能够想价差 大概在四五十岁的人 我觉得可以积极一点 因为他的可能 什么工作的title比较高了 收入比较多 甚至以前存了钱 甚至房子房贷都已经付清了 这时候他可以积极一点 赚一点 价差的 可以承受他的风险 那 退休之后 又不该赚价差 那时候已经没有固定的时候 不像我还有 板碎的时候 还有什么演讲的时候 通告的时候 但是一般人是没有的 所以这个时候 一定要是非常稳健的 很多人说 退休之后剩下一杯水 嗯 有的人喝的很慢 怕未来没水喝 嗯 结果呢 水还剩一大堆人就走了 是不是很可怜 剩很多嘛 那有的人喝的很快 咕咕咕咕咕喝 喝完了 嗯 还活着 还活着 可惜 不是前面是很可惜 很辛苦 我也很辛苦 但是如果你每年有固定的水进来 嗯 其实你就敢喝水 所以这个叫 我觉得退休之后 追求是确定的收入 股息就是确定 嗯 但是那个价差就是什么 就是期望 哦 当然你买这种有固定股息的股票 还有一个条件 就是说要选什么股票 嗯 嗯 几十年都稳定配息 大到不会倒 金融股都是 中华电信也是 台速南亚台晃 台速四宝 中钢其实都是 就买这些 退休的时候就好了 你不会选股 那就买0050 或0050就好了 可是我看你 这是每次的必考题 哈哈哈哈 我就说0056是金乘五 008786刘德华 我就爱金乘五 当然有人说你不能这样讲 我今天讲一个比较专业的东西 0056的选股标准是 预期未来股息殖利率最高的50价 那008784 参考过去股息殖利率最高的 那你觉得你喜欢预期的呢 还是喜欢固定的你自己去买 那当然有人说那干脆两个都买 我也觉得OK 我绝对不会说0056比878好 也不会说878比56好 其实看报酬率啊 这个所有的人算报酬率都是有技巧的 算那一段期间他赢就好了 对不对 那其实这中间 大家不要那么有脑了啦 你真的不知若取舍 就两个都买了 没有关系 那因为也有很多人说 你看0050台积电比例那么高 那我不如就直接买台积电就好了 那老师怎么看台积电 好 我觉得基本上我买0050是追求他三个 第一个不要再学过再也不焦虑 第二个风险分散 对第三个复制大盘 好大家都说台积电占0050半 很好台积电涨2% 啊0050很惨 只涨1% 对差不多嘛 嗯对 不要忘记哦 台积电跌2%呢 0050跌1% 对不对 所以我这样讲好了 我情愿买0050不买台积电 但是你拿着枪逼我买半导体 我就买台积电不买半导体 所以我觉得基本上所有的主题型 ETF都存在通用的问题 里头有非常好的 也有被迫要加进来的东西 那好的会不会 会得拖累啊 你干嘛去买那种主题型的ETF 你就要买那个产业的龙头股就好了 好也是他 不好也是他 他不好的时候其他更差 哦 那他好的时候还会被其他拖累 所以如果一档的ETF 就是一人得到极权成天 如果不得到就大概有点强 对对对 那干脆就买台积电 你拿着枪逼我买台积电 我就买台积电了好不好 那如果像我们 就是如果我想要长期存股 像我现在开始存的话 那我是 老师会建议就是我持有去一辈子这样吗 当然 哦 我觉得定期定额啊 是最好的一个方法 对 什么时候卖很多人都说老师 我一直存一直存 什么时候卖 很简单 买房子的时候通通都卖光光 买房子可以卖掉 可以卖掉 因为你要存低桶金存投期款 你之前定期定的赚的 还有你的本金股息 就一起卖掉 那之后继续靠你的固定的收入 比如说薪水等等 继续去投资 不要那么早急着还 那如果说我今天想要买房子 可是我已经有投期款 那我股票是不是就可以继续存着 当然是 如果你有投期款 股票要继续存着 我就说如果你真的全部的财产 都是股票的形式 你就通通卖掉吧 因为你还有收入 所以我财富等于工作加房子 加投资 所以请你注意 一定要有工作 才能对抗投资的风险 但是非常多的财经专家 投资答案 都给你很多年轻人一个误会 以为财富等于投资 那就完蛋了 工作本身因为有固定的收入 你可以承担 投资的亏损 我觉得专注本业蛮重要的 非常好非常对 不要去上投资理财课 我已经全部讲完了 看完这一集就可以了 那些钱要去加强你的本职学 投资理财课都很贵 非常贵而且坦白说 那么贵你真的有赚到钱吗 不一定 不一定 看我的不要钱还可以赚到钱 我一定可以让你赚钱 但是绝对不可能让你赚大钱 不可能让你在三五年之后 就财富自由是不可能的 因为你需要这么快财富自由 其实风险相对高 你一定会投机 我教你的方法是 用最少的时间多赚一点点 就是让投资那部分是加的 我觉得重点还是工作 那有房子基本上是 比较让自己安心的 我觉得在咬招社会 就是大家想要有一个自己的房子 可是现在又很难买到房子 对于年轻人来讲 那如果说我今天想要编存投机款 但是又想要编投资 是会有怎样的建议吗 我觉得就是以投资开始了 那投资的最后的结果 就是可以存到投期款吧 不要说一直存投机款 我觉得如果你买0056或金控股 基本上因为你不卖它 你可以一直累积那个股息 变成你的这个投期款 所以没有这个什么 一边存投机款 就是只敢存在定存 一边这边的钱去做股票 我觉得基本上 如果你还没结婚 留下三个月的生活经济 预备已经够了 那如果结婚还没小孩 就是六个月到一年 那结了婚有小孩一年到两年就够了 剩下的钱都拿去投资 都拿去投资 而且最重要的是 股票有一个最大好处 就是变现块 你真的需要用钱 万一真的赔钱 你至少还马上可以变现 所以我觉得不存在就是说 一边存现金 存在定存 要准备去付投机款 一边存股票 我觉得其实可以combine在一起 可是如果我要买 买房子要付投机款之后 他要亏钱可怎么办 这又有脑了 对 这个时候我情愿亏钱 要买房子 哦 因为房子是确定的 股票是想象的 你出了一个难题给我 一定要我回答 我就情愿赔钱 如果看到你中一个房子 你就该去买房子 哦 因为你要有薪水啊 就是说大家说200万 该买台积电还是该买房子 听我的话都对 你买台积电都买了600块 现在还套了 因为台积电的叠价 就是你资产明明白白的损失 但是你如果买房子 就算买贵了 你还住在里头 你不卖 没有赔啊 股票都是数学模型 所以老师会觉得 买房子就先以自住为主 当然是自住 低端的房子不是拿来赚钱的 低端的房子买得起最重要 大台北地区三个条件 第一个离捷雨远一点 骑Ubike10分钟保证便宜 第二个不要有停车位 到台北地区干嘛开车 大叔的车子 大概就出去台北市以外才会开 第三个就是不要有电梯 哦为什么 比较便宜吗 当然便宜啊 年轻人你做什么电梯呢 做什么电梯呢 你之后可以买得起 有电地方再买 但第一间房子真的不要想说 哎呀房子就会增值 lo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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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当然就贵啊 贵你就不想买啊 所以先求有 先求有没错 我的所有的投资理哲学 都是先求有再求好 0050056也是先有0056 人家说0050的长期保守率 打挂0056 但是我说一个从来不敢买股票的人 你叫他买120的0050 他敢买还是买个27的0050 保证是敢买0056啊 你一直跟他说00500好 0050好 然后他120他就是买不下手 我其愿他开始进场 进场之后慢慢了解股票是什么 他可以进阶嘛 进阶就不是我的事了 因为我觉得进场很重要 很多人都会在那边想说 是不是要开始投资 但是又不敢 或者是看他看很多理论 但是没有进场投资 其实我觉得进场跟没进场 是两件事 没错那你这个时候就买0056 27块你能赔到哪里去呢 对不对 120有点 对 那如果说我今天真的是想要新手 今天真的想要进场投资 老师会觉得他应该做怎样的准备 我觉得第一个心理准备就是 谁说买股票要卖股票 你就从零股息开始做起 不要一开始就想做价差 因为想赚价差 其实你什么时候该买 什么时候该买都非常非常焦虑 第二个就是用定期定额的方式最好 定期定额标的不是0050 005 不然就006 0087 都可以 然后金控股 什么都可以 刚刚老师都有讲过 对我可不是只讲5056 反正最少6000块 对对对 如果你比较积极 你就是买的定期定额扣50 或者台积电 你就相对保守 就扣56 或者金控股 如果我都想要可以2000 2000这样分配 当然可以 一定要进场 不进场一切都是白搭 看那么久的节目 我跟你讲 真的有一次 有一个人给我 拿我第一本书给我签名 那已经过了八年了 你从我第一本书就开始看 你就赚很多吧 没有还没开始买 还没开始 对对那个时候0050350 他怎么现在开始买 应该蛮有钱的 但永远就在担心 现在是不是低点 如果你是想零股息 其实跌的时候 你是开心 股息值利率更高 因为现在定期定额 如果那个日期 刚好是下跌 我就会很开心 对啊 你看对不对 但是你如果想赚加差 下跌你会焦虑 对 完全心态 所以如果新手要进场投资 尤其他要用定期定额的话 就不太是需要去注意 现在是高点或者是低点 都不用 我觉得定期定额 就是不要再管 进场的时间点 我觉得定期定额 比买零股好 为什么 因为零股 你还在盘中焦虑 现在该不该买 定期定额就 不管 放给他扣 你不可能那么衰 每个月都扣在最高点 不可能的事情 长期下去 就是一个平均成本 那今天真的非常非常谢谢老师 愿意来上 上我们的频道 然后分享那么多干货 然后如果说你有兴趣 其实老师前阵子出了一本 新书 叫小资向前错 小资向前错 小资向前错 很简单 我觉得老师的书 其实都很简单很直白 然后就像老师投资里面一样 就是很无脑 其实你不需要放太多的心力 可以在投资上面 可以放更多精神 在做其他你想要做的事情 那今天非常谢谢老师 那我就下一集再见咯 拜拜 拜拜 给公司去练习 因为不知道委员问什么 所以我会猜题 我自己也就那个 他没有跟我访纲 我自己猜了一些题目 真的啊你自己猜 对对 那去了那现场 他就问了一些问题 那我一开始就 全部都短 短答 很简答 然后那个 录了半个钟头 就讲完了 他的问题都讲完了 没问题了 现在时间是多长 一个小时 对 后面怎么办 我就把我的题库 拆定交给他女生 你就一提提问 你问完之后 我就照上面回答些 那后来我知道了 反正上广播节目 他们都会喜欢找我上 因为他一个问题 我就一直讲一直讲 对对对对 这样很好 因为有时候转答 你就想 你怎么办怎么办 要不要这么简 现在没关系 不管你问什么 都一直打一直打 老师觉得很厉害 讲话很强 没有没有 最喜欢遇到这种买 还是会吃螺丝 哇 我觉得老师讲的超顺的 思产之初 没关系 反正我的咬汁更不前迟 哈哈哈 我现在总共几分了 这是我第18的 哇 够哦 今天是几号时候 对啊 我从12年底开始 老师早 我每次都有动作影片 因为我第一本出来 然后很多出来 才会问我说 一定要不要赶快写第一本 你灵感写不出来 嗯 其实就是 我觉得有一个方法 可以让你有灵感 嗯 你常常访问 或者是要演讲 人家会问你问题 对对对对对 那自己一个人想 其实想不出那么多内容 这个 你去演讲 人家问你问题 啊 原来大家想了解这事情 回去就可以写 嗯 或者你访问人家 或许会有不一样的事 对对对对 其实是从这边得到灵感 好 谢谢谢谢 谢谢老师 谢谢